工程人员爬上高梯,全人上方线路,准备为民众拉线到家中,并持回馈社会的心。 中加快评北剑工程人员在日前与巴德区瑞丰里,为社区的低收入户装设电视机上盒,让民众来免费收看一年的有线电视。 中加快评北剑总经理徐乔妮也在安装成功后,现场向民众说明机上盒以及遥控器的操作方法, 期盼能帮助大家在过年期间与家人朋友一起开心收看。 巴德区的瑞丰里,在这边有80多户的低收入户是需要寒冬送的。 那北剑有线电视呢,其实这次有机会可以跟里办公室合作,然后不单是送物资,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北剑在这几年有推出所谓的低收入户免费装机收市的一个服务。 那希望就是说如果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让大家在过年之前都可以有团阅, 然后在家可以一起享用那个视听娱乐,希望可以增进大家一个,就是提高一些大家过年一个机会, 也让大家可以开心的过年。 当地里长也感谢中江快评北剑的爱心,尤其这湖人家上游老下游笑, 期盼在安装机上和后,多元的电视频道能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 小辈们在家也不无聊,照顾社会上许多需要帮忙的民众。 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北剑有线电视,今天来为我们里内这一户低收入户安装它们的第四台。 那我们里内的时候总共有87户的这个低收入户, 那我们也同时也希望我们北剑有线电视这边的时候可以来继续来帮助我们里内还有困难的家庭, 他们有这个也没办法安装我们第四台收视的, 能够让他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资讯, 还有小朋友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另外的节目这样子。 作为在地深耕多年的有线电视台, 中间快评北剑十分关心在地民众需求和福祉, 因而在今年提供经营区内的低收入户, 包含龟山、大远、独株、桃园、巴德、五区, 可评证明申请免费装机收视一年的服务, 希望能在迎接新春之际回馈相亲,迎接新一年的挑战。 记得刘雨婷,好会报道。